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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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你买Lucky在土耳其就与大几分 打9分 还有一分的话就希望他还要继续努力 Lucky是英国的史宾克犬 现在是3岁多 也正值7年的时候 所以他的经历这种各方面都比较旺盛 这么多的土耳其里面我们为什么选择Lucky去土耳其 因为Lucky在我根据他平时的训练的个性 然后是性能 所以我选择他因为他在个性上面是特别好的 甚至他笼子里面你关着 他会用手用脚会把门自己会打开 所以我在他的笼子上面加固的 所以他是比较聪明 比较有灵气的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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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进 好的 运动房子吧 可能是一百多个平方的补质吧 应该很大的一个范围嘛 但是这个房子里面他们就等着我们 因为另外国家的授旧权他都带在旁边嘛 他们确定不了 然后就等着我们进去 就配合一次 然后先让我的拉开进去 拉开进去之后 过了寻找那是多分钟了 他就确定了报警了 飞叫了 然后再用爪子 那我肯定是有了 然后我们就为了更加确定的 我们带了生命探测 以了舌眼这种工具进去 确认走确认下面有了 然后就进行破拆 就是后面就找到一个活的 40多岁的人 100多个平方里面 Lucky能够把它缩就范围 缩小到什么 缩小到大概45个平方 他也是确实很累 我看来也很心痛 然后在吃的时候 因为当时环境影响了 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 但是他们土耳其那边的人 给我们提供了叫金枪雨的雨冠 你灌了 然后我也舍不得吃 我就给拉丁弄了点米饭给他吃了 我也只得这样讲给他了 我是带全饲料过去的 全饲料比较稳定的 因为那边的万一有吃了辣 肚子这种有影响的 所以我自己还是待着全饲料去的 睡觉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哪里睡哪里 他就在哪里 他太累了 我们不去叫他的时候 他就趴在那里睡觉 一共是七条犬 是我们队里面的 一个是拉布拉多 是病格 马犬 还有一个是巡血猎犬 每条犬最起码训练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以上 犬不是人 他要每天不断地巩固 才能执行任务 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 让我们需要去帮助的人 不开心 悲哲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留言 分享 订阅哦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